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直播的是 2021年WTT直通 及奥运模拟赛南洋战的比赛 女子双打的决赛 那么同样呢 进入女子双打决赛的 也是两队 目前中国乒乓球女队的 主力选手 陈梦 刘时文组合 对阵王曼玉和孙颖莎 那么这次呢 争战东京奥运会 单打的是陈梦和孙颖莎 那么刘时文是打团体和混双 王曼玉是获得了P卡 那么在之前的半决赛当中 刘时文和陈梦是3比0 轻松地战胜了 宽曼和石薰瑶的一对年轻组合 孙颖莎王曼玉呢 在千丢一局的情况之下呢 是连班三局 3比1击败了陈兴通和钱天一 所以这次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征战奥运会的主力选手啊 整体而言呢 不仅实力超群 而且呢状态也比较稳定 这次出征东京奥运会的中国乒乓球女队呢 从年龄结构来看呢 应该说是老中青结合 年龄最大的是刘时文 刘时文呢 已经是年过三十 而且他也创下了中国乒乓球女队队员呢 争战奥运会最大的年龄记录 之前呢是王楠 王楠呢 在征战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呢 还差两个月 年满三十 那么陈梦呢 则是目前中国女队的终生代 陈梦呢 有一些大气晚成 但是呢 我们也看到陈梦论这个综合实力 现在绝对是最强 在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上呢 已经很长时间了 最近这两年 对陈梦来说 应该说是迎来了质的飞跃 因为以往呢 陈梦给人的印象 确实实力相当强劲 但是呢 大赛这个成绩呢 被球迷所诟病 但是呢 通过去年的努力 我们看到 陈梦呢 一方面 获得了全国锦标赛的单打冠军 填补了空缺 另外呢 他获得了世界杯的 女子世界杯的单打冠军 也实现了这个三大赛当中的 一个突破 所以呢 对于陈梦来说 一旦要是突破了他这个心魔 克服了这个心理上的一些问题之后 那么他的强大 就展现得更加充分了 从这个最近这一两年时间来看 陈梦几乎是所向披靡 陈梦和刘诗文的这个组合搭档呢 我们也看到了 陈梦呢 主要是相持好 技术比较全面 尤其 陈梦的这个反手能力 应该说是在目前 女线响手当中呢 是最强的 那么刘诗文呢 则是他鲜明的风格 那就是快 快变 快如闪电 所以相对来讲呢 就这两位想手的搭档呢 那么刘诗文应该更加突出 他的近台进攻 而陈梦呢 近相持 则是他的优势环节 孙以沙和王曼玉呢 则是同时代的选手 一个99年王曼玉 孙以沙2000年 进入国家队的时间也差不多 成长得都比较迅速 孙以沙现在逐步已经挑起了大梁 王曼玉呢 也是紧随其后 这次获得了P卡 王曼玉发球 没有很好的上手机会 好球 一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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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比一 其实孙以沙和王曼玉的组合啊 也是特点非常鲜明 孙以沙呢 是以正手著称 而王曼玉呢 这个反手啊 尤其是他这个拧拉 拧拉的技术啊 绝对是具备这个 男子化的风范 不过我们看到的呢 就是说今天对阵的 这两队组合 唯一的这个不足就是在于他们都是右手持拍啊 并不是这个左右的组合 这也跟目前呢 就是中国乒乓球女队呢 这个左手确实偏少 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我们注意到就是一个年轻一点的就是前天一是左手 再往后的话呢 零四年啊 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个混双组合当中的宽曼 江苏选手也是左手 自己上王曼玉6比2 7比2 挑打出界 好的 漂亮 大家看就是孙颖沙王曼玉呢 这两人的这个站位啊 肯定是王曼玉呢 这个偏厚一些啊 这个也是比较 传统的 一般来讲呢 身材高大的选手呢 是站位偏厚啊 相持更好 29 9比3 10分钟 10分钟 11分钟 9分钟 11分钟 10分钟 8分钟 5分钟 完全 这样思议上王曼玉拿到第一局比赛的局点 在第一局当中 思议上王曼玉的发球控制得还是非常严密 11比4 思议上王曼玉是赢下了第一局 有时候陈梦有一些慢热 其实最重要的 由于对方的发球质量高 控制严密 所以没有获得太好的上手机会 造成了自身的失误偏多 第一节度感不好 第二整个比赛都在场上完全没有节度 没有自己想要的 我感觉 一定要多商量难受的人 还有一个就是在场上去 你刚才说一波弹要掉 我们要去跳 要去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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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大肯定一点去吧 好吧 马林教练也认为就是第一局没有节奏感 确实打比赛是讲究节奏 尤其是双打 显得有些乱 就注意这个 就减少职业的准事 双打比赛是双打比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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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合球 看看第二局 承蒙 刘世文怎么调动自己 刘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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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比 0 上来发一个长球偷袭 漂亮 感觉陈梦刘世文不是那么兴奋 这个球王曼玉的机会球打丢了 好的 很可惜 其实陈梦已经是在积极地通过左右线路的调动 我们看 现在相对来讲呢 这个陈梦刘世文确实如何来摆脱目前的低迷 1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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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双方都是右手持拍这样的组合 所以我们看到 基本上他们的跑位就属于T型跑位 像孙颖莎和刘世文都属于在近台左右移动 相对来讲王万瑜和陈梦 这是前后移动更多一些 4比5 遇到4比5 5比5 其实这一局呢 对刘世文 陈锋来讲 主要就是要慢慢找到 比赛的节奏 这是陈锋高质量的反手回球 比赛的节奏 刘世文这个追身球呢 还是凭借他的快捷的反应 防了回去 但是接下来陈锋这根板的 就来不及了 漂亮 这个是陈锋的特点 也是他的优势 从目前女队来说 这个反手能力最强的 当属陈锋 是陈锋的特点 7比7 漂亮 这刘世文打了一个回头 借地打力 这个就也是算准了 孙尹莎这一板 这一板孙尹莎的正手呢 质量并不高 比分交替上升 镜头给到了中国女队的主教练 李隋 好球 漂亮 这种球还是要看稳定性 双方都是在这种大开大合 在移动过程当中的攻击 这一板孙尹莎这一板孙尹莎 这一板孙尹莎正手拉球弹网出戒 这一局其实对于陈锋刘世文来说呢 是不容有失的 打到这种极其胶着紧张的局面 因为毕竟第一局已经输了 刘世文尹莎正手拉球弹网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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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艰难 作为国家队的队友都是知根知底 技术特点包括习惯动作 了入之掌 完全看临场发挥 这可惜了 这同样是机会球 自己上王满玉是反超 继续比赛 参阪要求队员继续比赛 这个时候呢 看看孙尹莎的发球 关键分 看谁能坚持到最后 双方都很谨慎 因为这是奥运模拟赛 实际上就把这个比赛当成奥运会 来练习 孙尹莎 王满玉再度战先 看看王满玉的发球 这个同样也是陈梦呢 毫不手软 反手呢一直在加力 我们看 陈梦呢用反手是压制了孙尹莎 这次陈梦携手孙尹莎 来征战东京奥运会的单打比赛 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他们对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 日本的一同美成啊 都是有很高的胜率 陈梦呢是四战全胜 未尝败继 孙尹莎也是六胜两负 这个肖战教练都站起来了 因为最后这个 就是拿到局点之后 这一分 就千呼万唤啊 也很难达到目的 所以干脆啊 这教练要个暂停 你跳过来点是没有问题 就是说这个球啊 其实打简单一点 就是说这球它不能拨 你还可以发测试 测试的话 你还可以摆它一下也没关系 摆完以后 可以继续拉 对 还站着 对 还站着 他还是逼你 逼你往哪儿拉舒服 这个球 如果这有问题的话 接下来一定注意 往前再 你可以搬车身 为什么非要用 他没换 搬车身强 然後轉過來以後 另外行程相似 第二下讓出去以後 直接撤城了 不要 不要 撤城不要了 中國平方球隊作為王者之師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我們有著最頂尖的教練團隊 其實到了國家隊層面的教練 很大程度上培養的是 運動員的戰術意識 因為他們的基本功 他們的技術 從小就經過千錘百鏈 可以說是打下了艱舌的基礎 到了國家隊基本上在技術方面 都已經是達到了極高的水平 只是在一些細節方面 在精雕細琢 在增加他們的戰術意識 這真是對雙方來講 絕對考驗的一局 就是孫穎莎和王曼玉呢 一直是稍稍保持主動 就平分之後他們總是領先 他領先之後 最後 拿到極點的情況之下 總是難以如願 可以說是履失良機 看一下這次王曼玉 這次王曼玉 這個球 這個球是 陳孟 一個反手回球出界 孫穎莎王曼玉15比13 贏下了如此艱難的一局 這樣年輕組合 孫穎莎和王曼玉是2比0領先 一點兒都出來了 白手該出的球 年輕組合 然後再打算 這球的女保一 保一抠的開式 沒必要 好吧 球裡頭 如果說白手 那裡頭有機會 應該把你打的 現在什麼白手的 說不定打的 過去就穿一下 沒關係 他們兩個人 先去把我打的 現在沒有這麼發強 我發現我發的 把垃圾当中的 allied演员 你就慢慢上去了 你把垃圾 maintain 你就是这个问题 那你快点上去了 快点上把它懂一点 让它太小心了 没关系它局在这了 好吗 马林教练认为传播刘士文 目前还是偏紧 没有打开 乒乓球确实是 对运动员不简单是 计战术的要求 就是说 他非常考验运动员的 这种临场的应变 包括你这个战术思想 因为球速又很快 包括还有一些战术组合 所以这个呢 教练在场边上 是观察得非常清晰 如果说从女子双打的组合来讲 那么日本的女队 她们的双打还是 尤其石双嘉诚和平远梅宇这一队 是比较有实力 因为日本呢 她们女队也是早早地公布了奥运会的参赛名单 单打呢 是一堂美城和老将石参嘉诚 那么平远梅宇呢 也是冲征团体赛 所以平远梅宇和石参嘉诚呢 她们配合啊 时间很长 比较固定的搭档 另外呢 石参嘉诚跟平远梅宇的打法呢 非常的接近 都属于这种静态快光的打法 三平二 三平三 这一局 对于刘世文陈梦来讲呢 需要破釜沉舟 这个球啊 我们看 刺影商呢 是提前一盘之后 退后一步 要暂停了 马林内也在苦思迷响 希望能通过暂停 通过林场的指导呢 帮助两位选手呢 走出困境 这一局 我好笑 这一局 我还有一点脑子 你确得往里提 我确实是不错啊 我说 我这个这个都买一个很高 我不考还不行 我考得了 这一局 调片调外以后 你一定要往里提 挡住了也要 你也要提拿上台 以后 你还提着往里提 这时候站立会上 你发帮你 你就是一请 然后人在 在那边的 看板 好了 你先怀祖都掉这个质量出来 你先怀祖这个质量 跟他们打开 我来这边有问题 我来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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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念要做我 我去回 然后我去下回 时间到了 因为如果在东京奥运会团体 中国的意义上 日本女队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 预判和分析 在女子双打这个 第一盘当中 其实 陈梦跟刘世文搭档 对阵 石川嘉诚 对和平野美语的话 其实我们还需要 好好的准备 因为石川和平野的这个 囚风 特点 都有点像刘世文 都属于就是打得很快 好球 最主要他们的优势 就在一块配的时间长 单打的话呢 无论孙颖莎 包括陈梦 那么对一堂美诚 都有绝对的优势 明显的上风球 那么其他的 你不管是石川还是平野 论单打的话 在中国这几名选手面前 应该说机会不大 只有一堂美城 有一定的冲击力 太平野了 我应该推荐出那些 比 legal 越来真的很值悪 我们家来跟你们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陈梦跟刘世文要搭档打 女子双胆的话 还需要好好的进行磨合 做准备 好的 因为毕竟在团体比较当中 他是打头阵 这个第一场的胜负 对全队的士气 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但是心多的在岸子的文章 那是这个设计 是这种设计的 不会有什么的 一个设计 这是有什么设计 我自己觉得 很重要 我自己设计 我们一定要 trust 自己科学货 和我去区域 要开 大家看这场女子双打的决赛 其实相持球并不太多 基本上你看就是前三板 接下来陈梦的发球就至关重要了 好的 这个球也有点运气 谭网之后孙玉莎回球只能是冒高了 漂亮 高质量 王曼玉反手快撕斜线 大角度 这样孙玉莎王曼玉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也是冠军点 这个我拼鞋主席刘国梁呢 在他看了也是点点头 这样的话11比7 那么孙玉莎王曼玉呢最终是直落三局3比0战胜了刘世文和陈梦 获得了本次南洋战直通系列赛女子双打的冠军 那么接下来呢如果陈梦刘世文搭档打奥运会双打的话呢 其实通过这样的模拟赛也是来找问题 接下来还有一段的这个备战时间要抠细节 好的观众朋友 那么今天我们2021年直通WTT 即奥运模拟赛的直播 到这里告一段落 那么在明天上午10点钟 将继续为您带来本次直通赛的直播 好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